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年轻运动员 然后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而且也是奥运会第一次以小组赛的形式去打 所以说我觉得自己在对于整个赛制的一些章程 包括那些赛制上我觉得还是不是很理解 然后特别是在我们就是以为已经能够出现的 而且是绝对没问题出现的那个技术上 我们可能就没有权力比赛 对对于比赛我们可能没有权力以赴 我觉得对于国际雨联给我们这样的处罚 首先觉得应该我们首先通过昨天的比赛 要先向所有的球迷朋友们道歉吧 因为确实我们没有做到一个奥林匹克一个体育精神 然后也没有给观众和球迷朋友们呈现一场 我们自己水平的一场比赛 所以也会造成了很多不好的影响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首先要跟所有的球迷朋友们道个歉 我会通过后面的比赛 然后一系列比赛我会每场球都全力以赴去打 然后去拼 然后给所有的球迷朋友展现一个我们新的面貌 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次的一个深刻的教训吧 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在竞技体育当中 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 希望能够每一场比赛都能够全力以赴展现自己的水平 能够以一种新的面貌 然后去给每一个球迷带来一个新的一个自己的改变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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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